你觉得哪部动画电影是国漫崛起的希望 2019年一部国漫横空出世 170万人打出8.4的高分 一句经典台词贯穿整部电影 他就是哪吒 整个故事还要从一颗混元珠说起 话说千百年前 一颗混元珠吸收了天地灵气 变成了一只妖怪 为了降服妖怪 原始天能派出两位徒弟前去收妖 一位是忧郁男神 害以真人 而另一位则是腹黑公子 身攻暴 魂元珠面露凶色 回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妖怪 他抬手一拳 害以真人就被打飞出去 身攻暴剑撞 拿出闪电五连鞭 与妖怪缠斗起来 可没过一会儿 也同样被妖怪打飞 哎呀一个混账娃 三更回我英俊的容颜 怕以真人摆出架势 精准接住了妖怪的拳头 然后说了一声口哨 换出浮沉 把妖怪的拳头牢牢的缠在一起 紧接着 他提出了一个很过分的要求 妖怪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无理的要求 为了满足他 妖怪又变出了几双手 看到这一幕 他以真人直接懵逼了 妖怪悠闲地教育着他 现在还操控理了你自己的秀发 可是下一秒 一个炼丹炉从前而降 直接扣住了妖怪 原来是原始天堂施法 把妖怪装进了炼丹炉里 并把它炼成了两颗珠子 一颗是拥有心气的灵珠 而另一颗则是邪恶的魔丸 天堂降下天节奏 准备在三年后 尽天雷摧毁魔丸 天堂将两个珠子放进了宝帘 然后交给了太义真人 让他把仙气灵珠交给李靖 投台成他的第三个儿子 完成任务 便赴上他十二金鲜的神位 见师父如此偏惨师兄 师兄貌心里很不爽 但他表面却不敢有任何怨言 另一边 怀孕三年的殷师娘 始终没能生下儿子 为了顺利产子 李靖每天都带着老婆 到寺庙烧香拜佛 祈求早日生下儿子 再生不出来 没想到这一砸 竟然砸出个神仙 而今天刚好是阴神江的产气 太义真人算好时间 准备开启宝帘 可就在这时 管家突然闯了进来 他抱着酒坛 碰到了仙人身边 太义真人虽然表面拒绝 可能管家走后 他抱起酒坛 直接一口喝完 结果下一秒 便醉晕了过去 没过多久 李靖来到法场 正好看到管家 掺服着喝醉的太义真人 听到老婆有事 李靖也顾不得许多 直接一套组合拳 打带了太义真人的肚子上 就这样 他把酒吐了出来 太义真人一脸严肃的 看着宝帘 但始终没有出手 他连续试了几次 都没打开宝帘 觉得这时 他把手掌按了下去 宝帘竟然自动打开了 原来宝帘有指纹功能 记得他即将拿出灵珠时 管家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这时 李靖抓住了管家 太义真人发现 管家的背上有傀儡符 就在几人正这时 先生婆拿走了灵珠 他也被傀儡符控制了 紧接着 先生婆把魔丸 放在了轮盘上 李靖想要阻止 但已经来不及了 浮温飘向空中 全部钻念了他老婆的肚子里 这样的孩子 你绝对没有见过 刚一出生 就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 他全身冒着火焰 紧接着 就长出了手和脚 他发射出火焰 摧毁着周围的仪器 觉得这时 太义真人拿出乾坤圈 念出一串咒语后 乾坤圈困住了哪吒 无论他怎么撞 都无法逃出来 紧接着 乾坤圈收缩起来 套在了哪吒脖子上 太义真人想要除掉哪吒 却被李靖挡住 而就在这时 哪吒突然暴怒 把两人震飞 太义真人再次上前 想要除掉哪吒 不及时刻 殷妇人冲了出来 随便认为哪吒就是个妖怪 他们希望李靖夫妇 大义灭亲 这时 李靖站了起来 此时 太义真人也说出了实情 即使现在留他一命 他也活不过三年 因为原始天尊 在母案上施下了天节咒 听到这个消息 母亲差点晕了过去 转眼一年过去 哪吒已经长大成人 但他破坏力惊人 李靖只能把他关在了家里 就在这天 母亲担心哪吒无聊 便提议跟哪吒踢卷子 视频面见状 纷纷露出惊恐的表情 来了 哪吒维稳接住卷子 甚至还挽起了花活 可就在这时 视频建议他把铠甲穿上 可是下一秒 没过多久 母亲就踢得满头大汗 可他看到儿子这么开心 所有的疲惫 全都烟消云散 这时 视频着急地跑了进来 原来是有妖怪出没 让夫人前去支援 哪吒见状 瞬间变得不开心 母亲想要安慰哪吒 但他根本不买账 摔开母亲的手 又独自跳上了围墙 趁母亲离开 哪吒跑到眉口 挑拨两只结界兽 趁他们扭打在一起 哪吒轻松地走出了结界 哪吒到底有多可怕 光是听到他的声音 就能把所有人搞得鸡犬不宁 另一边 一群孩子正在商量 怎么收拾哪吒 正在他们商量对策时 一个小弟冲了进来 说他布置了陷阱 只要哪吒走到木桥 就会掉下去 然后触发机关 听到这个计划 老大高兴坏了 可就在这时 另一个小伙伴 却想到了一个漏洞 要怎么让哪吒走上木桥呢 就在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那个小弟突然取下了面具 原来他就是哪吒 小孩们被瞬间吓跑 结果一表心 触发了机关 就这样 他们把所有的机关 全部尝试了一遍 小孩气急败坏 他骂哪吒是妖怪 听到有人骂他 哪吒一气之下 一脚踢向石头 不及时刻 一缕浮沉救下了他们 原来 这才也正人及时赶到 回到家后 李静把他关在房里 并把结界的范围 虽然到了他的房间 但那小小的结界 又怎能困住哪吒 他在家里闲逛 无意间 发现了一幅水墨画 他拿手轻轻一碰 竟然被画给吸了进去 不一会儿 他便来到了一处仙境 而太义真人 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 他拿出一只毛笔 然后在树上轻轻一画 好处瞬间变成一只木船 于是太义真人带着哪吒 体验了一次奇幻漂流 原来 太义真人想受他为徒 看到这一幕 哪吒顿时来了兴趣 于是 太义真人趁着打铁 将口诀交给哪吒 让他自己练习 随后便在一旁 打起了瞌睡 不知过了多久 因此人来看儿子 但哪吒却不见踪影 突然 他们在水里看见哪吒 太义真人健壮 连忙跳了下去 把哪吒抱了起来 然后给他做起了人工呼吸 哪吒的肚子越吹越大 最后竟然直接炸开 这居然是哪吒的恶毒剧 他的变幻之术 竟然骗过了太义真人 就在这时 哪吒打开了他的白宝袋 发现了一把火箭枪 他未见触摸到机关 瞬间点燃了太义真人的裤子 幸好李静及时赶到 这才扑灭了火焰 这时 母亲让他拜太义真人为师 只要学会法术 就能斩妖除魔 可那也催眠 把哪吒当成妖怪 他又怎么可能 去帮催眠斩妖除魔 父亲无赖之下 只好哄骗哪吒 说他是灵珠转世 在父母的哄骗下 哪吒最终相信了 自己就是灵珠转世 全副武装的哪吒 到底有多厉害 只需要一枪 就能毁天灭地 修炼两年的哪吒 已经变得非常强大 但他在演练时 不仅摧毁了房屋 他伤到了不少催眠 为了让哪吒静心修炼 父亲收抖了他的武器 让他跟师父休息打坐 可哪吒一心想要出去 根本静不下心 于是他偷抖师父的毛笔 自己跑了出去 看到是一个小屁孩 游怪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结果下一秒 哪吒直接把他撞到在地 然后又是一脚 把他踹飞出去 游怪被打怕了 他变成一滩水 想要逃走 但哪吒怎么可能 让他轻易逃走 于是在后面紧追不舍 游怪在逃跑中 抓走了一个小女孩 哪吒想用火攻 又害怕伤到女孩 没办法 只好紧紧跟在后面 就当他得意时 海面开始急速冰冻 游怪一屁股 直接坐在了冰面上 就在这时 一个神秘人缓缓落地 小孩 躲远点 我来救你妹 你妹 神秘人三圈两脚 就打倒了妖怪 就在他要解决妖怪时 突然 一颗冰块砸了过来 女孩掉到了哪吒手里 可是没想到 哪吒竟然把女孩 送给了妖怪 你别待着 我收拾完她子来打你 哪吒直接撞了上去 再补上一脚飞梯 把神秘人踹了出去 在我面前就没人踹得起来 就在这时 神秘人站了起来 哪吒不服 有神秘人再次打斗起来 哪吒趁他不入意 直接掀开了他的斗篷 原来 他就是龙王之子 敖饼 听两人打斗时 妖怪吐出了泡泡 哪吒好奇地碰了一下 结果下一秒 手掌瞬间被石化 原来 妖怪吐出的泡泡 只要被碰到 就会被石化 此时的两人 已经被泡泡包围起来 而就在这时 妖怪当着他们的面 把小女孩吞进了肚子里 看到这一幕 敖饼怒了 他灵魂躲过所有气泡 然后直接一拳 打在了妖怪的肚子上 下一秒 妖怪就把女孩吐了出来 但女孩已经石化 就连敖饼的身体 也变成了石头 哪吒健壮 用石化的手 打破所有气泡 妖怪健壮 再次吐出气泡 可哪吒却抓起敖饼 把他当做盾牌 用完之后 又把敖饼扔了出去 哪吒将解药 涂抹在敖饼身上 没过多久 他们的身体 就恢复了正常 为了感谢哪吒救命之恩 敖饼送他一个海螺 只要吹响海螺 敖饼就会出现 说完 敖饼就离开了海边 等村民赶到时 就只看到哪吒和小女孩 他们以为 是哪吒绑走了女孩 于是纷纷指责哪吒 还要把她关起来 就在这时 李静夫妇赶到 为了安抚村民 他们只好把哪吒 关在家里 今天是哪吒的生日 和他就一点也不高兴 就在刚刚 星空报时来告诉哪吒 他不是灵珠 而是魔王 得知真相的哪吒 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他也真正把 哪吒红天灵和火箭枪 送给他当生日礼物 还把自己的座棋 也送给了哪吒 哪吒身手碰了一下 大白猪瞬间变成了 风火轮 此时哪吒的眼睛 已经含满了泪水 父亲安慰着娘俩 并送给哪吒一个平安符 他告诉哪吒 今后的路还很长 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紧接着哪吒念出咒语 钱归权解除了封印 哪吒彻底失去意识 与父亲打斗起来 他也真正控制浮沉 绑住了哪吒 但解除封印的哪吒 法力大增 他也真正根本不是对手 李静被打到空中 哪吒用红天灵把他捆住 他朝父亲扔出火箭枪 一个神秘力量 打下了致命一击 原来是敖饼阻止了哪吒 他救下了李静 红天灵化作碎片 又回到了哪吒身边 两人激烈地打斗起来 敖饼冻住了火箭枪 并扔出乾坤圈 随后便呆在了他的脖子上 此时的哪吒 也终于恢复了理智 为了不再伤害家人 他踩着疯狂轮 从也不回地离开了家 解除危机的敖饼想要离开 却一表情 被李静扯下了斗篷 大家看到敖饼头上的脚 纷纷议论他是妖怪 他也真人也看到了 他额头上的灵珠印记 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他居然是灵珠转世 就在这时 神功爆战了出来 他蛊惑敖饼 只要消灭所有人 盗窃灵珠的事 就不会被天庭知道 于是敖饼使出神力 将所有海水 淋在陈塘关上空 他要毁灭这里的一切 你绝对想不到 一位父亲 为了拯救儿子 能做出什么样的事 原来 在李静得知 哪吒只有三年寿命时 他就赶往虚空之眉 请求天敦解除天节咒 但天敦正在闭关 不知何时才能出来 无奈之下 李静无功而返 就在这时 长生云告诉他 还有其他办法 他拿出幻命符 只要在天雷来的时候 把幻命符放在血亲身上 天雷就会转移给另一个人 为了救哪吒 李静跪在了太义真人面前 我已决定用我一命 换哪吒一命 哪吒是你什么人啊 他是我儿 哪吒终于知道 原来父亲 一直在保护自己 父亲送过他的平安符 正是幻命符 另一边 敖病正在施法 想要摧毁陈塘关 李静夫妇想要阻止 却被冻成了冰块 危机时刻 哪吒回来了 他替父母解除了冰冻 此时的哪吒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师父告诉他 是深宫暴偷了灵珠 让他投胎成了敖饼 为了不让天真知道 他们要杀了陈塘关的所有人 为了救下父母与村民 哪吒加入了战斗 两方师徒开始打斗起来 他也认真拿出山河图 把他们收了进去 可是没想到 深宫暴绑了他的脚 把他一起带了进去 他也认真拿出毛笔 想要画出口 却被深宫暴阻止 于是两边再次争斗起来 最终 四人被冻成了一颗球 哪吒用脚捡到了笔 他随便一挥 地面就出现裂痕 他们直接掉了下去 此时画外的人 直接看傻了 危机时刻 哪吒终于画出了出口 几人也回到了现实世界 敖饼飘向空中 画成一条巨龙 向冰面踩了下去 眼看前堂关危在旦夕 哪吒念起咒语 哪吒释放出一半的魔玩能量 然后冲向天空的冰墙 拼命地往上顶 敖饼健壮 使劲往下一压 哪吒使出全身力气 变出了三头六臂 硬生生把冰墙顶了回去 然后引出三位真火 冰墙瞬间被瓦解 傲兵想要逃跑 却被魂天灵给捆住 一盘火焰冲了过去 但哪吒并没有伤害他 哪吒回到了地面 而就在这时 天空发生了异变 天雷咒很快就要来临 哪吒回来后 居然将父母绑了起来 哪吒家患病服四岁 烧成了灰烬 他已经做好了 赴死的准备 离别前 能吒跪在父母面前 感谢他们三年的养育之恩 紧接着 能吒就被吸到了天上 天雷狠狠地披在他的身上 突然 一道光影闪过 敖饼也钻进了天雷里 惹人的手握在一起 他们体内的魔蛙和灵珠 竟然产生了反应 将天雷的能量 全部吸了进去 然后又把天雷 给顶了回去 远古能量发生碰撞 直接在空中炸开 他一阵人飞向空中 将宝帘打开 然后把两人装了进去 一阵白光过后 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父母在废墟里 寻找着哪吒 这时 母亲找到了七色宝帘 宝帘缓缓打开 竟然出现了 哪吒和敖饼的魂魄 原来天雷毁掉了 他们的肉身 但宝帘护住了魂魄 最终 哪吒保住了陈塘关 而百姓们也认可了哪吒 话说敖饼 为什么要毁掉陈塘关 又为什么要与哪吒共进退 这个故事 还要从东海龙宫说起 这样的龙宫 你绝对没有见过 不仅没有水 而且到处是岩浆 千百年来 龙族被安排在 海底的最深处 否则看守世间的妖怪 但他们也渴望成仙 为了寄生仙界 龙王让星光暴突然灵珠 紧接着 他吐出一枚龙弹 下一秒 灵珠瞬间把龙弹包裹 转眼三年过去 敖饼已经长大 第一次出怀 就碰到了哪吒 他们不打不相识 竟然还变成了 彼此唯一的好朋友 但师父就告诉他 哪吒就是魔丸 天节来临时 魔丸会大开杀戒 到那时 只要杀了哪吒 就能为天庭立功 挤身天剑 龙族能否脱离海底炼狱 就靠敖饼了 但心存善念的敖饼 根本不相信 哪吒会变成大魔头 可负命难为 他也只好答应下来 就在他们出发前 龙王拔下自己的龙铃 紧接着 所有龙族也拔下龙铃 为敖饼做了万龙奖 敖饼身批万龙奖 再加上灵珠转世 可最终 还是没能改变龙族的命运 还被哪吒 还可以教训了一顿 我是妖族 出生的一刻 命就定了 放屁 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 根本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